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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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缝铺是我们一个老联络点 老板是老联络员了 从裁缝铺安全送走了很多同志 他们到底要抓什么人啊 我们的一个优秀报告员 就是他现在用的证件 这名联络员来上海才几天 本来今天应该到裁缝铺发报的 发报机也在铺子里 怎么还没来啊 下去看看 不要紧动里面 民乡裁缝铺专门负责转移 有暴露危险的通知 所以那里长期备用临时身份证 今天情况太紧急了 联络员走的时候只带走了发报机 证件还都在房梁上 未来得及销毁 这个报务员身份暴露了 需要一个新的证件 上级准备安排他到报社 当打资源 追他的新资料 我知道了 明天我就去护几颗办新的证件 现在临时找不到新照片 只能这样 先踢下来 以后你自己做的时候 也可以像这样 在热水上熏几分钟 等到后面的胶软了以后 就可以踢下来了 让我试试 小心点啊 要不是你的情报 今天损失就大了 立功了 是大功 老东让我对你提出表扬 不是我 是我们 今天你在酒楼表演得太逼真了 我差点以为你真的神奇了 你演得也不错呀 左拥右抱 惬意得很呢 哪有那么夸张 哪有那么夸张 行吗 气负不错呀 明天正好是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护几颗的孔科长都会约会去下象棋 我正好找机会去把新的证件办了 对了 差点忘了 我给你带了吃的 专门给我带的 什么东西啊 你猜猜 给我 你猜猜 干吗呀 你猜猜 杏仁蛋糕 核桃酥 桂花糕 奶油酥 是梅豆腐肝 是梅豆腐肝 你给我带梅豆腐肝 平安饭店的招牌 于胖子吃了好几块呢 他说猪头肉也挺好的 但我没好意思要 就要了一份梅豆腐肝 还是我应该要猪头肉啊 郭晓冬 你是不是认为我跟他们一样 满脸糊茶子 整天就知道喝酒吃猪头肉 你要是不喜欢吃 那我自己吃啊 想着你 好吃吗 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也想给自己取个代号 就像你跟处长一样 都有一个代号 这样上级就能在收音机里面 呼唤我 给我布置任务 心思还挺多 你想要什么代号啊 我都想好了 叫南霞书生 怎么样 什么书生 南霞展昭的南霞 它是我最想成为的侠客 匡扶正义 除暴安良 而且 我也是学法律的 在警局也算是个书生 南霞书生 真的是太符合我了 是啊 你觉得符合 人家就觉得符合 都知道是你了 还要什么代号啊 那叫咸鱼也行啊 那叫咸鱼也行啊 咸鱼对我来说 也有特殊的意义啊 我进警局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从咸鱼开始的 你怎么不叫咸多不干呢 也行啊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叫顾晓冬啊 我让你把衣服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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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扑你一身橘子水 我得帮你洗洗啊 沈小姐 你是不是 我是觉得太长时间不洗 洗不掉 还得陪你加薪呢 好 听说了吗 刘警官 要被送法查处了 这回凶多吉少 我之前我就说过好几次啊 我就觉得医术队长 那个座位就风水不好 谁坐那儿谁办 你别瞎说了 现在赵志勇坐那儿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那天 在平安饭店乱讲话 中副局长晚上去铺工了 这事肯定得查呀 结果就查到了 是参加行动的一个人 把消息告诉了刘警官 他能在平安饭店乱讲话 就能在别的地方乱讲话 你不抓他抓谁 不是 搞不好这小子 跟王处长真通共呢 他通不通共跟咱没关系 他嘴欠他活该 我现在更担心的是 局里面裁员的事 这两天走了不少人 别那天把咱们也裁了 为什么要裁我们 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 不是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 啊 段局长走了 你这位置空出来了 上边一中一棋 两个神仙再打 是的是 这个时候 你一不小心站错队 你就成遭殃的了 是 这不共党要打过来了吗 是 是 共党不是要打过来了吗 好多人都已经往台湾那边跑了 前方战事实际 后面就只能咱们勒紧裤腰带了 稍微发不出来薪水 就直接裁员了事了 现在这局里局外都要变天啊 咱们就过一天算一天嘛 行了行了 你们哪 越说越离谱 走吧 吃饭去吧 吃饭要你 走吧 是 那倒是队长 但是我这翻票不够了 怎么现在才来 你们护肌科办事 动作就不能快点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明天我一定早点来 看见没 看见牛皮纸 里边装的都是被开除的人 现在每天下午三点 护肌科准时本人事处送资料 整理警局现在 人心慌慌的 硬了 快点 喂 孔合掌 我是顾耀东 今天我们约的棋局 能不能提早一点 我约了朋友看电影 怕下完棋以后 时间有点晚了 行 那就下午两点半 将军 我去 科长 忍不忍 我下气了 这几份资料 得等您盖了章 送到人事处去 他们要求下午三点之前 必须送到 晚了又得发牢骚了 脱带了之道放开吧 你看我这科长啊 都快赶成企业砸工了 郭警官 稍等一下 去盖个章 没事 您见吗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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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怎么应该在这儿啊 怎么会呢 明明是这儿啊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这儿 夏初良是你师父 下棋的时候糊弄了好几次 所以你我也得提防着点 孔合掌 您要是不放心 我去帮你盖章吧 你盖章 行 你盖章在我头顶上 你盖章在我头顶上 是在这儿吗 对 我给你醒醒 我给你俩当黑款 Hernandez 你恒章在 ello 有对 不用你也老天啊 挑选 openly 湖匕道 不要 COPelling 你们早上 回话 你好 行 没有我的允许 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无许离开 中处局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孔阁长 我也不想来这一趟 但是这一次真是没办法 你看 这是从共党的联络处搜到的 还有黑市场收缴的 各种各样的身份证 全新的 红白的 应有尽有啊 您是怀疑这些事 从我们护计科流出去 可这上头盖着上海市警局 护计科的公章 孔阁长 我这个人一向 不太说严厉的话 可是 这房子里有人手脚不干净 在赚不该赚的钱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都必须要搜一搜 不好意思了 搜 警官 今天这盘西益看来是下午完了 赶紧再学了 没关系 本来我也输了 你回吧 顾警官 到 陪孔阁长下棋啊 对不起 我现在就回去做事 站住 既然来了 得一块儿检查一下 点得人家说我们不一时同仁 赵队长 到 陆警官就你来搜 搜完了 他也好清清白白地从这儿出去 帅 帅 帽子扎一下吧 我 你 拥 Martin 让他 你 拥태 休iter 有我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什么也没拿 我什么也没拿 副局长 还都是全新的 我也是一时财迷心向 我 我其实也没挣多少钱 我家里上游老 下游小 我挣的钱实在是不够吃的 所以 终于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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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除了这些 还有没有泄漏更加严重的情报 是 终于副局长 做错了 终于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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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为了钱 看来 真是王科达的阴魂不散的 好了 大家细许做事吧 继续 不要受这种人情绪影响 别多站着 坐坐坐 坐 坐 周队长 那 我也回去做事了 赵警官 顾警官查完了吗 副队长 人都抓着了 就不用再查了吧 既然查 就一视同人马 查完了再走 顾警官 把手拿出来 把手拿出来 顾警官啊 顾警官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师 我说你这个马今天怎么神出鬼没的 顾警官 顾警官 这以后上班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纪律啊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认真工作 你走吧 顾科长 我先走了 老孔啊 老孔啊 现在局里是乱象丛生啊 我且当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不追究你的责任 但是 以后 你也要加强监管 像顾警官这样外出的 进来也要先登记一下 是不是 我一定注意 邝会长 顾警官经常来吗 他偶尔来陪我下下相亲 一把岁数了就这么点 好 他年纪轻轻 兴个木讷 在警局 难得有你这么一个忘年教育 他刚进警局的时候 年少啊 就一直在我们护警合赶活 我也算他的老上级了 说实话 这孩子我挺喜欢的 那就难怪 那 我要去些法查处 对了 老虎 今天下相棋 是顾警官先约的你吗 不 是我约的他 来 我把你做的事 我还没做的事 你不想要是 我还没做事 你不想要是 财风铺的电话查到了 最后一个电话 是来自恩利河路的一家杂货铺 就在我们行动前的五分钟 但具体是谁打的 问了老板夫妇 他们也不知道 带我去见他们 是 这个是新的证件 周明沛报社的打资源 出城的时候就说 回老家探亲戚 好 我会尽快送到出城 他是发报员 对 在苏联远东情报学校受过特训 经验很丰富 真是难得的人才啊 最近我们接连暴露了很多优秀报无员 看到他们一个个被迫撤离 心里真是着急 最近局里也是很乱 当局长去了杭州以后 齐善宾和钟百明都在征局长的位置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立功的机会 今天钟百明在呼气科抓了一个往黑市方位证件的警员 以后进出呼气科就很麻烦了 我会把情况告诉老董的 对了 如果你觉得有暴露危险 你可以随时停止行动 你的安全最重要 这也是上级对你的要求 我知道 真的 我会相信他 对了 今天齐真平邀我们明天晚上去他家里吃饭 家印 对 要是觉得不方便 我就找个借口退掉 不 一定要去 整公共校警报警卫 我刚携了一新书 您帮我看好看吗 对啊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五 二 三 六 二 三 好 好好看吗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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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客人了 来客人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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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徐太太 你们也来试试啊 徐太太 谢谢 就等你 傅局长 快请进 快请进 诸位 太太 先生们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位新朋友 沈小姐大家都见过来 这位顾警官 顾耀东 以前好像听夏处长提到过 就是那个选法律的高材生吧 就是他 这些年警局进了很多人 也就他能看大用 这么说 升平兄 也是沾着夏处长的光啊 他培养了一个好苗子 最后却留给了你啊 不得不说 夏处长眼光还是不错的 别看顾警官年纪轻轻 办事可是比很多人都强 最重要的是 等分寸 顾警官 你们欺负局长啊 只请过两个人 来参加过他的私人家业 一个是夏处长 一个就是你 顾警官 这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前途无恋啊 卑职绝对不敢跟夏处长相提弊论 一定努力 不辜负副局长的信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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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的是佳燕 你那么拘谨干什么 坐下 坐 把帽子摘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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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小警官倒是挺有意思的 是啊 豆腐 他还是个读书人 身上还有股子傻气 话也不多 诸位 你们可别指望 他能说出什么漂亮话来 能逗笑你子啊 我看得蛮好的 我不喜欢那种自责聪明 又过分殷勤的年轻人 让人不舒服 这也说到点上了 比起局里那些过于精明的人 我是更喜欢他身上这股子傻气 好 好 好 顾警官可不赏 不然沈小姐怎么会看得上他 顾警官和沈小姐已经订婚了 各位 我建议大家一起举杯 为这对年轻人来祝贺 来 好 来来来来 谢谢副局长 谢谢副局长 请请请请 这口罚在哪里买的 真好的 我拿这个 副局长 林冲 这两个人 我 是不喜欢一窍不中的人 同时我也更不喜欢过于精明的人 你呢 这两年变化很大 尤其是网克达这件事情上 可以看得出 你开窍了 啊 这两年下属长教了我很多 更要感谢您肯给我机会 不然我在警局早就待不下去了 杰涛 我能坐在 常务副局长的这个位子上 你公布可忘了 你公布可忘了 往后局里有什么棘手的事 尽管来直接找我 谢谢副局长 盛平兄啊 你看这李老板喝多了 他也上不了桌 咱们三拳一啊 也成不了局啊 你等一下啊 好 回大麻将吗 刚跟清禾学了一点 那太好了 走走走走 打两圈 可是我这技术太生了 怕上不了台面 一回生二回首 你看那个位子没有 那就是以前夏厨长的位子 恐怕今后 你就要经常坐那个位子吧 走走走 行 来 来 来 顾警官 坐 不要急速嘛 处长 我留在警局 对您很重要吗 当然 只要留下来你就坐过 就能帮神经厚 咱最重要的原因 只要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接替我 顾警官 到 椅子有问题啊 没有 只是 看到夏厨长的位子 突然有些恍惚了 顾警官可是个念旧型的人啊 这个位子对于你来讲 确实是一一非凡啊 你坐上他 从现在开始就算是 接替了夏厨长了 希望我的排技 不会扫了大家的心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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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倒是要看看 你看你今天手机 是不是还那么哄啊 今天要看他的啊 好好好 林杰夫人 你这衣着真好看啊 之前没看你戴呢 新买的 这不是上个月我过生了吗 我们家老天津买吃 留 真好看 我看 这衣着真好 点套了 来来来接着来 快来 我就不信了今天啊 我看我让个大能点击吧 你还说你不会打牌 你看你打的牌 你打的这牌啊 都是你们 欺负局打心里想要的 不客气这么说啊 沈小姐 真是随时随刻 心思都在顾警官的身上啊 我说你 把这沈小姐脸都说红了 就是 人家刚订婚 又在热恋中 那不很正常吗 这顾警官这么年轻 就坐上了夏处长的位子 以后啊 这是要成大事的 我忽然发现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顾警官和夏处长 还真有些神似呢 你说是吧 沈小姐 我忽然 好像是有点 不是有点 这真是越看越像呢 你们先聊 我去透透气 是 你看 这末期是 夏处长是不是还有点像啊 这么说还真是挺像 不算是啊 是不算是像 这末期是 你还真是 还真是 你啊 回去好好练 这东西说难也不难 只要心里有不算盘就行 这狗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我还是多向中副局长学习学习 把警局里的事情做好 中副局长 跟他有什么好学的 中副局长最近接连查获了好几个共党的联络点 每天都有新发现 每天都马不停蹄 我们都在私下议论 说中副局长抓情报 真是太厉害了 那不是中副局长厉害 是他那台机器厉害 机器 他托人搞了一台美国的新机器 专门侦测电台信号 对 那天跟保密局的人打牌 听他们说啊 他们也弄了一个 说是只要在半小时之内啊 联系发布 就能用他们那个什么机器啊 锁定这个发布地 不是半小时 是十分钟就能赶到现场 这么快啊 那离总局远的怎么办 他现在是把分局也调动起来了 美清明也叫什么全程连断 只要是找到电台的发报地点 最近警局的警员 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 所说那十分钟 就是从定位到保姆 这么大进账 这警察局可要立大功了 立功也是他中副局长立大功 总署特批他建这个真讯使 是 他现在全力可拉 这现在这个世道啊 真是越来越乱了 这抓人啊 就不用人抓了 该用机器抓人了 划重取闯而已啊 这机器能跟人比啊 这人可比机器贵多了 来 来 泡 行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轻易色一条龙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不警官啊 你还说你不会打牌 十分钟就能甄别出来 难怪我们最近 暴露了好几个发报点 说的是十分钟 但有可能会更短 保险期间 这段时间还是最好暂停发报吧 我明天就把情况告诉老董 你今天在牌桌上输赢如何 按照你说的 该输的输 该赢的赢 齐副局长愿意把你带上这个牌桌 这意味着 你已经进入警局的核心圈子了 夏处长走了以后 警卫一直期待这一天 从现在起 你就算是代替他了 虽然今天在牌桌上 我坐了处长的位置 但是在我心里 处长的位置 没有人能够替代 如果他知道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你 他会很高兴的 但也不会让他失望吧 毕竟跟处长和你相比 我差得太远了 我呢 只是比你早出发而已 也许我能走五十步 但你是那个 能走一百步的人 三十步 一百步 有倾这里人 都不是点耳朵的 我马上就知道 我们跟你们 一个都中国就是 中国各顾就уры 真的 那天你的呼气课被搜查 想起来就后怕 今后可能还会遇到 这样的突发情况 这个是你必须要准备的 谢谢啊 希望你用得到 我希望 你用不到 你放心吧 妈 我会安全的 那天你问我 你会不会也有 像白话一样的代号 会有吧 夏处长说过 白话从来就不是他一个人 也是我 也是老董 但现在开始 是你 你死我了 要是你是 不要乱抵迹 人家是你 物费的 大概 要不要乱抵迹 自己下车 给你吃 那你自己吃 你吃吧 不要乱抵迹 别让人为了再好好想一想 打电话的是什么人 您的手下都过来问过一次了 要是认识的话就告诉你们了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没必要撒谎啊 我们实在是有要紧的事情 需要找到它 二位帮帮忙 再好好地回想回想 来 接着 来 接着 来 小 小宝 那边玩去 乖 妈 去 这个 我之前是怕摊上麻烦 所以也没说 我看你们二位 也不像什么坏人 其实那个 那个 年轻人我倒看着有些眼熟 好像 什么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见过 这父亲哪有你见过我没见过的人啊 咱们家产品营运你什么时候管过 当然我见过了 什么时候买东西的时候 您能想起来 是在哪儿见的吗 这个 我这个肯定想不起来了 你看 你看 耽误你们做生意了 这个算是务工费 只要你们 把那个人跟我找到 还有双倍的美金作为抄写 来 那个人在这儿打电话 应该住得不远 麻烦二位帮忙找一找 你看这个 那 那这样吧 明天我们两个一条街一条街 再找找 这孩子真可爱呀 无忧无虑的 一看就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行吧 乖 那好 那就打扰你们了 没事 没事 那我先走了 好嘞 好嘞 再见 慢走啊 好嘞 把孩子带走吧 什么时候把人找到 什么时候让他们见面 是 副局长 明天你去星星百货 买两样玩具 小孩子嘛 有玩具就会开心 副局长 走 门迪 再束 好了 敬礼 欢迎首纪监察官 立临许州 立场谋长吗 是 卢池将军的信我收到了 老师有命 学生必当照办 我会全力协助您在徐州的监察工作 好 瞿云兄经常提到您 年轻有微 您给我讲了 请 刘总司令和杜甫总司令还在前线视察 他们委派我先接待您 有什么需要 您尽管交代 辛苦了 听说这次陪同您来徐州的下副官 也是卢将军的学生 是啊 说起来你们还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 不过呢 这一次过来 只做行政检查 不参与军事 如果下一次 在纪钥匙之外的地方见面 他很乐意和你去教 非常期待 请 请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徐州之间 我和刘总司令通过电话 我们监察局不干涉计划 首要任务还是监督 方泄密工作 他没跟你交代吗 交代过了 您需要的资料 也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司令部 历史作战会议的参会人员名单 还有其他可能涉密的人员名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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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得你的你 啊 起初我 找起我的梦 你的梦想 我不会忘 那么幸福 像船上生不鞋 城市的历史更迭 花开花落种 不变的世纪 里你回眸的笑容